今天下午来到了高庄 下面 湄公河 景兰大酒店 这个酒店好像是挺有名的 我在网上看很多人旅游打卡在这 都好像住在这个景兰大酒店里 但是我也没住过酒店 也不知道这边多少钱一晚上 华阳翡翠 我发觉在云南很多地方 就是卖翡翠的比较多 看到这很多都是孔雀造型的 孔雀之乡 说的就这了吧 现在我们是在往那个 告状夜市方向去的 这边写着百摊街 这边就是夜市一条街了 你们没有见过了 白天来逛夜市的吧 街上没有人 都没有开门 是不是感觉也挺好的 谢谢大家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网上的灯光真漂亮啊 这个是羽毛扇子 这个多少钱 25 让我看一下它这些裙子 我又喜欢看裙子 这个裙子怎么卖呀 已经买过了 我们下面去老鞋吃的吧 看这个是什么 这是小苦瓜 小苦瓜 对 这些都是野果来的啊 看着小玉米 葱鸡饺 等一会儿我们尝一下吧 没吃过 那就是把这些东西 有的你看这个料全部 这个鸡脚捡进去 然后要这个香料或是冲满的 然后吃着头发 酸酸的 辣辣的 都挺好吃的 嗯 嗯 真的好喝 等咖啡 输了那装的咖啡 你喝过吗 今天夜市就逛到这里了 我们要回去了 呃 感觉就是 吃得饱饱的 赚得满满的 花了点钱 非常高兴 我们先走吧